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多航空公司都因为俄乌战争的影响 被迫避开俄罗斯的领空 这使得飞往中国的航班时间大幅增加 成本也随之上升 尽管中国在疫情后重新开放 但商务出行的需求却未如预期反弹 导致乘客人数持续低迷 中国的经济状况和外国公司对在华经营的不安 进一步压抑了航空需求 而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国航空公司却在积极扩张 利用能自由飞越俄罗斯领空的优势 为旅客提供更具竞争力的票价和更短的飞行时间 与此同时 欧洲主要航空公司则面临着航班数量大幅减少的困境 甚至有公司因为预定情况不理想而取消航班 整个行业的挑战不仅仅是航班的减少 还包括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以及中国经济的疲软 这些都在影响着国际航空旅行的复苏 想知道更多背后的故事和深入的分析吗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与全球旅行和航空业息息相关的话题 为何从欧美飞往中国的航班变得越来越困难 此一题由纽约时报记者Baiso Kivak-Biasi 在2024年10月25日发表的文章中揭示 文章指出过去几个月中 多家国际航空公司已暂停或削减了往返中国的航班数量 让我们先从具体事实开始 英国的维珍航空宣布将暂停上海至伦敦的直飞航班 而这条航线自25年前便已开通 而波兰航空也计划终止从华沙到北京的直航 这并不是个案 北欧航司SAS也打算停止哥本哈根与上海之间的直飞航班 这些情况表明 欧美与中国之间的空中交通正面临显著的萎缩 在2022年底 中国取消严格的新冠疫情管控措施后 许多人曾预期商务旅行会迅速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然而现实却没有如此乐观 许多航空公司纷纷减少航班 与此同时旅客前往中国的选择也变得愈发有限 文章指出对于欧洲和英国的航空公司而言 俄乌战争是一个直接影响因素 为了避开俄罗斯领空 这些航司不得不选择更长的飞行路线 从而导致更长的飞行时间和更高的运营成本 以为真航空为例 避开俄罗斯领空 已使其伦敦至上海的航班时间增加了 回程更是多出两个小时 这种情况不仅增加了燃油和机组人员费用 同时乘客数量也不如意 中国经济的疲软和外国企业在中国经营的困境 导致了商务旅行需求的下降 而休闲旅游同样未能填补这一缺口 尽管中国政府对十多个国家取消了入境签证要求 但效果并不显著 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入境中国的外国人为1460万人次 虽然较去年同期有大幅提高 但与2019年全年4900万人次相比仍有明显差距 航空业专家指出 如果需求尚可 航空公司或能以收入来抵消成本上涨 但现实情况显然不乐观 有意思的是 尽管飞往日本的航班 同样需要绕开俄罗斯领空 这些航班的旅客坐无虚席 相对而言 飞往中国的航班则没有这样的幸运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航司正在抓住这次机会扩大其市场份额 他们可以继续飞越俄罗斯领空 因此能够提供更便宜的票价和更短的飞行时间 中国国际航空 东方航空和海南航空等公司 都在扩大他们的欧洲航线座位数 而这一策略显然给欧洲航司带来了压力 汉沙航空的首席执行官 在最近的一次记者会上 甚至建议应禁止所有非欧洲的航班 避开俄罗斯领空以确保公平竞争 显然 能飞越俄罗斯领空 确实为中国航司提供了竞争优势 波兰航空取消了往返北京的航班计划 原因是预定情况不佳和竞争劣势 与此同时 英国航空公司在宣布停飞北京航线后 引发了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的担忧 他们表示 这将使得返回中国的航班选择 变得更为有限 然而 不仅仅是无法飞越俄罗斯领空的困扰 需求不足 也是导致航班减少的重要因素 澳航因需求低迷已暂停了悉尼至上海的直飞航班 美国的航空公司同样谨慎对待中美航线的恢复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以及中国经济的疲软都成为了影响因素 美国的几大航空公司 包括美国联合航空 达美航空和美国航空 已向美国交通部提交了申请 力求获得继续推迟恢复飞往中国航班的特别豁免 他们计划在京东 仅维持目前每周往返中美航班数量的三分之一 综上所述 当前的形式反映出一个多层次的问题 从地缘政治冲突到经济疲软 再到市场需求萎缩 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 使得从欧美飞往中国的航班变得愈发困难 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航空市场的竞争格局 也对商务和旅游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个复杂的国际背景下 航司需要在经营策略上更为灵活 同时政府间的政策协调和外交对话也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动态发展的领域 欢迎您继续收看六度解析节目的深入探索 期待为您带来更多深刻的分析和报道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国际航空公司是指在多个国家运营的航空公司 他们提供跨国界的航空运输服务 将乘客和货物从一国运送到另一国 这些公司通常拥有庞大的机队 广泛的航线网络以及复杂的运营和管理系统 以支持其国际业务 起源于20世纪初 国际航空公司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迅速扩展 1920年代随着技术进步和跨大西洋航线的开通 国际航空旅行开始普及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 于1945年成立 为国际航空公司的运营提供协调和规范 在冷战期间 国际航空公司成为连接西方与东方国家的重要桥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航空市场逐步开放 许多国家放松了对航空公司的经营限制 促进了国际航空业的发展 如今 国际航空公司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数据 2019年全球航空旅客运输总量约为45亿人次 航空公司通过联盟、代码共享和并购等方式扩大市场份额 例如 星空联盟、天河联盟和环宇一家 是主要的航空联盟 成员航空公司通过共享航班和资源 来扩大其航线覆盖和客户服务能力 近年来 低成本航空公司对传统国际航空公司构成挑战 他们通过降低运营成本提供更低廉的票价吸引了大量乘客 此外 国际航空公司还面临着来自环境组织的压力 要求降低碳排放和采用可持续运营实践 随着科技的进步 航空公司不断投入新技术来提高燃油效率和改善客户体验 如引入更高效的飞机 改进预定系统和提供数字化客户服务 疫情时期 国际航空公司受到严重影响 全球航空交通量骤减 迫使许多公司进行重组和削减成本 在后疫情时代 航空业正在复苏 国际航空公司继续适应新环境 重新定位其业务策略 以应对新的市场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从近期的国际航空市场动态来看 欧美飞往中国的航班削减并不令人意外 尽管中国放宽了疫情管控 人们期待的国际商务旅行并未如预期反弹 这凸显了全球化进程中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尤其是在地缘政治紧张 经济不振的背景下 俄罗斯领空禁飞问题对欧美航司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长距离航线的燃油和人力成本增加 正逐渐削弱其竞争力 这种情况不仅对航空公司本身造成财务压力 也影响了商务旅行和国际交流的频率 同时航空市场的变化也揭示了中外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格局 中国航空公司凭借能够飞越俄罗斯领空的优势 大幅增加了欧洲航线的运力 这不仅让他们在价格上更具竞争力 也在一定程度上抢占了市场份额 然而这也引发了公平竞争的质疑 尤其是对于被迫绕行的欧洲航司来说 这种不对称的竞争环境无疑是艰难的 这种局面要求国际航空监管机构进行反思和调整 以创造一个更平等的市场环境 另一方面 地缘政治和经济因素也在无形中影响着航空业的发展 例如 澳大利亚航空公司暂停了悉尼至上海的航班 美国航司则寻求继续推迟恢复飞往中国的航班 这些举动背后不仅仅是经济考量 更是对当前国际关系紧张局势的反应 航空业作为全球经济的晴雨表 其波动也预示着国际局势的变化 未来 如何在商业利益与国际关系之间找到平衡 将成为航空公司和相关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 这需要各方通过对话和合作来寻求解决之道 以促进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可持续发展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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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